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我想来谈一下新冠病毒 也就是奥米克戎这个毒株的再感染率是多少 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传染病的 得过一次以后是会终身免疫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传染病啊 是不会终身免疫的 那被新冠病毒感染后呢 是不能达成终身免疫的 这一点啊我相信人人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们都熟悉一个名词嘛 就是富洋对吧 所谓的富洋就是指新冠病毒的再感染 那么问题来了 被新冠病毒感染后 被再次感染的几率是多少呢 换句话说啊 一个人感染后富洋的概率是多少呢 那这个可能性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社会上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奥米克戎啊 就好像是一种天然疫苗 被感染后呢就像打了疫苗一样 那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本以为啊 以上这些问题不难找到答案 但是呢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啊 我发现这个问题啊 其实远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要复杂一些 要弄清楚各种概念啊 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如果概念不清晰的话 那么呢就很有可能啊 会产生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误解 比如说啊 我在某一篇公号文章中 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 那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它说 据英国政府的官方数据统计 自2022年初 英格兰的二次感染新冠比例的人数击增 截至2022年5月11日 二次感染比例达到了16.6% 换句话说 英格兰美六个确诊新冠的患者里 有一个是至少被第二次感染新冠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描述后 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总之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啊 哇 我觉得这个新冠的这个在感染 在感染的比例真高啊 在富阳的风险好大啊 得了新冠之后 这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会再次中招 但是呢 稍微仔细一琢磨啊 我就会发现 哎 好像哪里不对啊 你看啊 它这个所谓的二次感染的比例 是这么算出来的 就是某一日的富阳人数 除以某一日的新增感染人数 我们打个比方啊 假如今天我们查出100个阳性感染者 里面有16个是富阳的 于是呢 我们就算出二次感染率是16% 哎 但是你仔细想想啊 这个比例似乎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 对二次感染率的那个最朴素的定义啊 对吧 用这种计算方法得出来的比例 那数字越来越大 一点都不奇怪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根据这个模型估测啊 这个是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 一个模型的估计 英国现在呢 总人口的85%都已经被新冠病毒感染过了 换句话说啊 没有被新冠感染的人呢 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都低于15%了 那这样一来 富阳的人数 占新增感染人数中的比例 变得越来越高 那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吧 等英国百分之百的人口 都被新冠感染过了 那么按照前面那种算法 我们就会很容易得出 二次感染率是100%了 那这显然和我们想要知道的那个 二次感染风险不是一回事 对吧 其实呢如果再深想一下 英国到现在还没有被感染过的人 他们本身呢就已经是剩下的那些少数不易感染群了 而那些被新冠感染过又很快康复的人呢 他们对新冠啊会更加蛮不在乎 更加不注意保护自己 那这两个原因叠加 也会促使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二次感染的比例呢 是会显得很高的 所以啊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计算方法来算二次感染比率啊 是不对的正确的二次感染率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再感染率的计算公式呢 应该是这样 就是在假设某一天中总共有一百个人羊了 那么他们这些人在转阴之后啊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又有X个人再次复羊 那么这个时候再感染率啊就是X除以100 那么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新冠病毒的再感染率是多少呢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啊 其实呢是不少的 我查阅了论文数据库后呢 我选择了意大利的一个研究团队 他们发表在了较为著名的一本学术期刊 就是前线Frontiers啊 这本杂志上的一个子刊叫公共健康 那么他们发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呢是2022年的5月2日还算比较新啊 那么在奥米克戎成为意大利的优势毒株后 研究者呢就跟踪了超过129万个人 在277天后呢 他们记录到了大约12万名感染者 其中有729个人被奥米克戎再次感染 那这样算下来啊 他们的结论就是 从第一次感染的18到22个月后 再感染率是0.67% 换句话说啊 就是平均每1000个人中 有约6.7个人在感染 你看啊 听到这个结论 是不是又会让我们感觉 奥米克戎的再感染风险其实并不高 但是同样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改成这样的说法 每6个确诊新冠的患者中 有一个至少是第二次感染新冠的 我们马上又会瞬间觉得 哇这个二次感染风险好高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就是文字游戏的力量吧 意大利的这篇论文啊 还有一些更细分的数据 比如说啊 他们发现疫苗对于降低二次感染率也是有效的 接种大于两剂疫苗的人群 再感染率呢 就降低到了0.35% 而未接种过疫苗的年轻女性 是二次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 可以达到1.1% 好 那么听到这里呢 假如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奥米克戎算不算是一种好的天然疫苗呢 那如果这个问题来问我的话 我只能这样回答 假如只知道再感染率是0.67%这个数字 是无法判断奥米克戎作为一种天然疫苗的效果好坏的 因为评价一个疫苗的效果好坏啊 有安全性和保护率这两个指标 奥米克戎的安全性那肯定是不过关啊 毕竟它还有0.1%左右的致死率呢 对吧 要是哪个疫苗有那么高的致死率 那是绝对不可能让它上市的嘛 尽管把新冠病毒当作天然疫苗 肯定是一个伪命题 是不对的 但确实呢 我们可以按照疫苗保护率的计算方式 也算出一个保护率来 我觉得啊 这是一项挺有趣的研究 你还别说啊 还真有团队做过这样的研究 那么在说结论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疫苗的保护率是怎么计算的 它的计算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假设啊 有两个人群 一个组呢 是打过疫苗的组 另一个组呢 是没打过疫苗的对照组 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 疫苗组的新冠感染率是X 对照组的新冠感染率呢 是Y 那么保护率的计算公式啊 就是Y减去X除以Y 就是这么简单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假如疫苗组的感染率是10% 而对照组的感染率呢 是40% 那么保护率啊 就是4减1除以4 等于75% 那么它的含义就是啊 打了疫苗的人 会比没有打疫苗的人 减少百分之多少的感染比例 所以啊 保护率呢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 一个疫苗的保护率 如果是75% 那这并不意味着啊 100个人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有25%的人感染 75%的人不感染 这么想是错的啊 那具体会有多少人感染的 关键呢 其实是看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的 感染的总人数啊 有可能多 也有可能少 但不管怎么样呢 打了疫苗的人 总是能比没打疫苗的人 少感染一定的比例 这才是正确的疫苗保护率的概念 好 大家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就可以给你说一下 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了 著名的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在2022年3月31日 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一个卡塔尔的研究团队 研究了不同新冠毒株的保护率 对照组的人数呢 从300多到5000多不等 那么他们的最终的研究结论啊 是这样的 αβ和δerta毒株的保护率呢 都是85%到90%之间 那假如啊 这是疫苗的话 那这个保护率呢 就是挺高了 但是奥米克戎的保护率啊 却只有55%到60% 那么假如我们把奥米克戎 看成是疫苗的话 那他的这个保护率呢 也就是刚及格的水平吧 好了 讲到这里啊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个结论 第一 奥米克戎的再感染风险 也就是所谓的富洋的比例 并不高 大约呢是0.67% 第二 不能把奥米克戎看成是一种天然疫苗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呢 它离及格还差得很远很远 而从保护率的角度来看呢 也是勉强才能及格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种讲述方式 欢迎您点赞分享或者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2 3 3 5